你们干嘛呢 本来这个鸽头腿都要好了 又给压住了 你看 可了 他们七个一个笼子 你看这个翅膀 哎呦 痛吗 七个一个笼子 一瓶水一斤 一斤多一点 不够喝 我天天 晚上你看给它弄了 明天早晨 等吃完食之后 还要给它弄一瓶 不够喝的 我去 可怜喽 我一过来 他们都在这里等我 就是等水 聚集在这个地方 好喝吗 还有朋友想着这边笼子里面的 那个断腿的呢 断腿的都好了 你看脚都占地了 就是有一点肿 带脚环的这个脚 因为肿起来 脚环会影响到它 带消肿很慢 但我们还是没舍得 把脚环剪掉 马上它没几个 全部拿到割舍里面去 要全部拿到割舍里面 就47个了 那边就有点压力大了 现在看鸽舍里面的鸽舍 多不多 滚 滚 滚 都想过来 这边比外面还热 我们这边 这个潮箱是20位 这个是16个 44 16嘛 这边在扇展 也差不多 四五十个好痒 有的朋友问我 这是多大平方的 这样长着有三米 宽一米三五 就这么大一点 喜欢鸽子 我有这个场地 我已经很满足了 真的很满足了 但我控制不了他们产 产幼崽 真的很喜欢鸽子 我特别喜欢那个 小幼崽出壳的样子 那个时候摸在手里面 要捧在手里 心里面很舒服 很舒服的 所以说出鸽子也出的多 我这边地方小 没办法分 这都是最后产出来的鸽子了 现在你看有几个 全部是孵甲蛋的 全部甲蛋 马上再产的蛋 也是给它拿掉 不让它出鸽子 等9月1号后吧 再产蛋 再让它们负一屋 你都放在这里 比如说这样的 也拆开 公鸽放在一起 母和母放一起 真的我很累的 天天打架 看看这边全部是公老大 一个个都是老大 占三为王 我都醉了 吃吃的时候可热闹 等拿到鸽子的时候 再给朋友们拍视频 看他们好不好开家 这种鸽子说丢就丢 因为鸽子里的小门一开 直接钻进去的 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点赞